青山老街是民众到金山必去的景点 不过位在信阳中心慈户宫旁的老街路口处 因为没有特别的意象与摊位 冷清的模样也让游客路过 难以联想到里面就是热闹的街区 为此当地里长也提出希望能够增加意象 并且规划慈户宫旁的慈户街区 发展成为假日的商圈 借此也让老街更加的兴盛以及热闹 首先先感谢我们药医员 关心我们地方 因为金巴黎老街在我们前乡长游忠玉先生 建设到现在 我发觉这一年多来 老街的街头冷冷清清 连个摊位都不能摆 所以说请议员跟相关单位来帮我们了解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没有摊位 没有摊位就没有游客 人家都没有兴趣进来 为此事议员廖正良也来到现场 与当地民众开会商讨 更加也提出将金山老街的商圈 规划为假日徒步区 不过规划为徒步区 在法规以及商圈规范 有难以着力之处 因此会议上 当地居民也提出先让老街口热闹起来 规划假日商圈的提案 期盼透过老街头的带动 让老街商圈都一并繁荣起来 原本是想说把这条整个老街 规划为徒步区 可是这条老街是应该还有很多的租屋 这样子推动可能会比较困难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前半段 持户工这前半段这一段 先把它规划 让摊位能够在这边摆设的话 让带动整个 包括我们持户工来这边拜拜 来到我们建老街 我想整个商圈整个带动起来 现场可以见到在老街的入口 慈户街并没有摊反射摊 当地居民表示 之前有摆过摊位 但都会遭到关切 期盼议员协助让假日摆设摊位合法化 市议员廖正娘在会后也表示 未来在符合规章的前提之下 会协助慈户街发展成为假日商圈 让老街的热闹有所延续 借此也要让整个老街商圈 更加的热闹繁荣 记者廖品涵 金山采访报道